我們知道健美長來都沒有在奧運過 他變得更為難比 體型必須要更為巨大 越來越大隻 對 肉量的要求越來越多 但是這個真的是 所有人心中最喜歡的樣子 他也開始出現一些 女子選手的促飾啊 頭髮戳掉了 或是長鬍鬚之類的 輿論壓力2014 先把女子健美先停下來 小博士在你擔任裁判長 還判一個選手這麼多年 比賽經驗這麼豐富 其實如果說是從選手算進去的話 我大概其實進入健身房開時間 大概是我18歲 我比賽比兩年 但是那時候就是因為有個意外的運動傷害 然後算是困擾得有點久 也算比較久才把它處理好 所以後來就是剛好當時的 算是師母張來修老師 就是這麼久沒有出來比賽 不然你乾脆來當個裁判 試試看 那我就一路 就從非常邊緣的那種 算是輔助的角色 當到現在也是裁判長 我整體執判的這個年資13年 那在兼美發展的歷史上面 就是你可以幫我們分享一下 你觀察跟我們現在 哇 RFBP Pro RFBP Elite 就是看的有一點不明白 我們想說跟大家分享一下 這些發展的歷史 那其實我們先從 為什麼會有健美這種體型比賽的淵源開始 其實最早最早 可能從古希大城邦國家那個時候 古代運會那時候就是喜歡一些這個 體型強壯 速度快 力量大的這些男性 所以在以前的這種雕像來說 都是那種比較肌肉形態的雕像 那後來以後呢到近代 我們講一下近代的健美史 從那個大概19世紀末 有一個算是最早開始用健美這個項目 應該說體型這個表演 去全世界巡迴賺錢的人 推廣健美運動的 他叫做Eugen Sandel 尤金三道這個先生 他在19世紀的末期 他開始他練體型練得蠻壯的 然後到處教人家怎麼練 他甚至成立了健美學校 所以大家如果說有在follow這個職業健美賽事的話 這個年度最大在拍攝的當下 他正在比的這個Mr.Olympia這個賽事 他會有一個三道獎盃 就是他拿著一支那個大鐵錘 上面有個球 然後他站一個側身這個獎盃 因為他算是一個 近代健美開始出現的時候 一個非常重要的人物 他算是一個棋人 是不是一年一度最盛大 在健美這個宇宙裡面最高殿堂 是Mr.Olympia 對 大概有點類似像NBA拿到NBA總冠軍 大聯盟世界大賽的冠軍 那Mr.Olympia他就是健美這個項目 拿到這個三道獎盃 他就是一個至高武藏的榮譽 從幽金山頭開始萌芽 大家開始崇尚這種肌肉男 肌肉崇拜的這種體態 一直到什麼時候呢 過程中其實一直都有這種 所謂的體型比賽的出現 體型比賽最早可能出現在一個叫做 業餘運動聯合會 開始辦了第一個叫做美國先生 美國先生的這個體型比賽 但當時並沒有規則化 大家來比看看誰長得比較壯 那當時發現就是這種舉重選手 他可以擁有比較好的成績 對 所以當時一般一開始只會認為說 練習舉重 他只是那個可以讓你的力量變大 讓你的爆發力變大 那時候其實對於運動科學 但是運動表現的這個 定義都還沒有那麼明確 直到1946年 1946年 1946年有一對 Fan Wader還有Joe Wader兄弟 他們去成立 在加拿大成立這個IFBB 以前的IFBB就只叫IFBB 並沒有什麼Elite也沒有Pro 他就是IFBB國際健美總會 是是是 他們成立這個國際健美總會之後 其實他就是致力於推廣這個項目 給全世界知道 會員國陸續的加入 越來越多國家承認 這個健美運動項目 國際化 對 跟標準化 還要把比賽規則化 1946到1980年之前 他並不是都只在做這種 非常單純的男子健美 他應該說 Joe Wader Ben Wader 尤其是Ben Wader 他非常努力的在推廣 健美這個項目 他全世界到處跑 在全世界到處成立的這個 健美的算是國際的 國家的委員會 然後讓 會員國越來越多 將近200個國家 這樣子 然後 終於被奧會所重視了 他想說 其實我們從 我們知道健美從來都沒有在奧運過 但是他曾經有那麼一點點曙光 那時候 Ben Wader 跟這個 當時奧會主席叫做薩瑪蘭奇 算是關係非常非常好 那Ben Wader 也不停的 透過國際健美總會 頒獎給薩瑪蘭奇 薩瑪蘭奇也覺得 健美是一個值得重視的項目 雖然說健美這個項目 他的運動表現的形態 比較不像其他的項目 其他項目可能不外乎 力量 速度 爆發力 敏捷 跟技術 但健美來說的話 你在場上呈現的當下 這五個全部都沒有 進入奧會的話 需要很長很長的努力 大概1998年 大概這個時間 國際奧會主席 終於承認健美這個運動 是一個正式的比賽運動 正式的競技項目 那到了2001年的時候 亞運會 就是釜山亞運 終於出現了這一個健美項目 到2006杜花亞運 杜花亞運 也是正式項目 健美其實在 Benway的不遺餘力的推廣之下 它是曾經有那麼一度 看起來有一點點 就是越來越接近 往那個好的方向走 我說的好的方向 並不是說現在不好 我是說往那個好像是奧運 有一點點鼠光的機會 像2009年高雄的世界運動會 那時候正式項目 那時候像許家豪 還有許崇煌 都拿到非常好的成績 許崇煌甚至是金牌 這樣子 崇煌跟魔 傳統健美大概就是 從1965年開始有職業賽 那時候最高等級的職業賽 叫做Mess Olympia 到現在還是 所以最早最早的 第一個Mess Olympia 他叫做Larry Scott Larry Scott 然後他應該拿到第一屆跟第二屆 那第三屆的話 應該是Sergio Oliva 那到了接下來的話呢 就是阿諾 阿諾就把健美帶到一個 非常極盛的時期 加上他後來就是最有名的動作片的這個明星 所以在阿諾那個時期算是 健美已經開始有了美國的全國轉播 然後大家開始對肌肉崇拜達到一個高峰 然後健身房在美國也是就是百家伶俐這樣子 對所以阿諾算是一個非常重要的重點人物 這個連續線的過程 從1965年到現在的健美來說的話 傳統健美 他變得更為難比 體型必須要更為巨大 越來越大隻 對 肉量的要求越來越多 但是這個真的是 所有人心中最喜歡的樣子 並不見得是 有些人總是會提到說 他們還是喜歡以前阿諾的體型 國際健美總會就會聽到這些聲音以後 他們就開始覺得說 我們是不是要開始多元發展 多項目的這個比賽了 所以2008年有一個項目出現在職業賽 叫做2022 2022這個數字是棒的意思 也代表2022棒以下的選手是比這個量級的 因為職業選手來說的話 其實我們剛剛有提到在 傳統健美只分體重 但是當你變成職業卡 你拿到這個ProCup 你就是大家混比 天龍地虎全部一起比 全部都比職業賽了 對全部都比職業賽 所以在阿諾那個時代 你會看到很高的選手 很矮的選手一起比 很壯的很小的一起比 就變成是 你要開始製造出更多的機會 更多的舞台 因為參與的人越來越多 就像我們辦比賽也開始拆出更多的量級 給這個越來越蓬勃發展的項目 所以那時候出現2022 在2008年的時候 但是後來發現 大概在2010年以後 開始智慧型手機出來了 那會有一些其實 並不是健美選手的人 他的體型很好看 他是一種海灘男孩的形象 然後呈現那種比較是健身模特兒的感覺 但他腿其實並不是很強 以前我們在比賽的時候 常常會因為 這腳都沒練 然後就失去了這個比賽競爭的資格 那後來的話其實為了製造出 讓大家更容易入手的比賽的門檻 所以那時候其實也沒有 一開始沒有設定太明顯 所以你一定要什麼 非常的V型身之類的 你只要上半身練得不錯 我們來有個項目叫做男子健體 那男子健體從2012開始 那2012年的同年呢 把2022這個項目改成212 也就是說上限增加10磅 因為有些可能覺得2022實在太輕了 2022他大概90公斤而已 80幾90而已 所以對於職業健美選手 你要2022其實有點困難 所以把它拉到212 他212以後就出現那種 有一個非常厲害的212選手 叫做Flex Lewis 這個體型非常的漂亮這樣子 那個至今來說 可能還是212史上最好的 最厲害的一個選手 之前有個選手叫做Iris Kyle 他十連霸女子健美 十連霸 但是他沒有輸過任何人 就是他連霸之後他沒有輸過 他為什麼沒有連霸下去了 這個項目不見 早期在1980之後開始出現女子比賽 當時你女子也叫健美 男子也叫健美 都叫做傳統健美 那時候女生一開始也都是有練的女生 但是還算是女生的形象 那到後面走向競技化 越來越精緻化以後 那女生開始可能越來越壯 那也開始出現一些 女子選手的促勢啊 或者是說 甚至產生明顯的副作用 頭髮 突掉了 或者長鬍鬚之類的 所以後來 IFP也是受到一些輿論 決定他們要重新整頓女子項目 當然說 Iris Kyle 他完全沒有跟他講到副作用 他整體還是非常的好看 就是有一些女子的副作用 而且層出不窮這樣子 輿論壓力 2014先把女子健美先停下來 停下來以後 也沒有說以後什麼時候會開始 那這時候取而代之就是出現了 女子比基尼 其實女子比基尼 應該是2013 還是2015 應該在前後其中一年出現 然後 女子健體 女子健體就像說 講說他其實還是要強壯 只是他要保留女性美感這樣子 對 所以在這個時候 兩個項目 比較重要的項目出現 去算是把這個 女子的舞台 稍微改變了一下 所以女生這邊的光譜 重新reset 再出現了漂亮的 Bikini 對 然後出現力量美感的 女子健體 古典健美什麼時候出來 其實不論從 Ronnie Coleman J Color 然後 大概Dace Jackson的時候 那時候突然是因為 那一年的評選標準 有一點點變 那批裁判 在那一年的討論之後 應該是覺得說 不要再去選一個 最大肉量的超級肉量王 所以Dace Jackson 在那一年拿到了一個 Mr.Olympia 他的實力真的非常的好 而且算很雲蹭 那後來 隔一年還是給J Color 所以 算是 直接視覺壓倒性的 肉量的這個優勢之下 你很難去給一個 比他小很多的人 就比如說 Dace Jackson之後 然後J Color再拿回來 再來就是一段 很長一段時間的 Feel Heats的連霸 那Feel Heats也是非常壯 非常厲害的那一種 然後所以 一直有一個聲浪就是 有些人還是喜歡 阿諾 甚至一直以後 我們上看到說 阿諾跟Ronnie Coleman 比阿諾跟Feel Heats 比阿諾 永遠都是張飛打岳飛的那個主角 對 所以 非常關鍵的時期 2010又出現的古典健美 對 開始出現了 以身高去定義你的體重的這個項目 所以 像現在古典健美最厲害的 這個超級巨星就是那個 C-Bomb Chris Busty的這個選手 一路發展的變化 為什麼會出現這麼多的項目 其實全部都是從一開始的 傳統健美起的根這樣子 然後 想要的美感拉出了不同的路線 那我覺得現在算是一個 非常完整的一個狀態 IFBB Elite 跟IFBB Pro 其實原本來說的話 IFBB Elite這邊 他是主導全世界的業餘賽 那可能某些業餘賽會發職業卡 一旦拿到職業卡選手 他就變成他未來 只可以跟其他的職業選手比賽 他不可以再回去比業餘賽 所以職業選手可以誰去主辦呢 會有另外一個主席 叫做IFBB Pro這邊的主席 所以這個主席 他拿走所有的職業選手 去主辦 例如說 世界各個區域的職業賽 各個區域的職業賽的冠軍 可能那一年獲得 去比Mr.Olympia的資格 以前 IFBB業餘組織職業選手 送給職業組織 這樣去算是一個很好的 下游跟上游的關係 但是後來 因為其實 IFBB業餘組織這邊 當初 成立者是Ben Wader 然後他現在的這個主席 應該就是 Raphael Santogia這個人 那他們其實一脈相承 他們的理念類似 他們都希望把健美 最後送向奧運會的這個路線 所以其實他們一直以來是 同意奧會 因為奧會也承認他們 奧會承認這個項目存在 所以奧會他們就會說 我們承認你 那我們要規範 我們要透過Wader 就是這個 世界反教組織 在你們全世界兩三千場的比賽中 定期的抽選 所以例如說 我們國內官方組織 送給美國健美學 他是對應到 IFBB Elite 他也是屬於這一脈相承的 賽事下面的比賽 所以 在這個情況下來說的話 他們的最終目標是送向奧運 所以就變成是像 ProLeague那邊 他們的目標是製造出超級好看 或是超級誇張的 這種視覺效果 所以ProLeague那邊的話 他的對應組織 不只是IFBB Elite 他們在美國 還有另外一個組織 叫做NPC 有點類似美國的這個 健美總會這樣子 所以NPC在美國 幫他們成立業餘賽 然後IFBB Elite 他幫他們在世界各區 成立業餘賽 都是把直接選手送給ProLeague 結果在2017年 ProLeague的主席 跟Elite的主席 兩個不同人 然後兩個人的合作關係 終於變成互相攻擊了 好吧 那就分家了 分家以後 原本的IFBB 業餘組織 就掛了一個Elite在後面 就做一個區分 那Pro那邊的話 他以前叫做IFBB Pro 他還是言用這個名字 他叫做IFBB Pro 那前面掛一個NPC 就是他的業餘組織 找NPC幫他成立業餘賽 現在已經是兩個完全不同的組織了 對 兩個不同的組織 那我們中奧運過健美協會 我們Follow的就是有要檢 然後尊重奧會精神的這個Elite 那當然現在Elite那邊 因為他的職業組被斷頭 所以等於是整個整包被拿走 所以他就成立了Elite Pro 所以就是 你成為職業選手 你的目標很明確 我要拿Elite的卡 或是我要拿ProLeague的卡 你不可以說我兩邊都要拿 我要腳踏兩條船這樣子 如果你要比較細分 或者是比較粗略的分 應該粗略的分啦 是 一刀切就是一邊是 依然有某種程度要剪的 對就是 他不見得真的非常嚴謹的規範 因為其實健美到底能不能進到奧運 其實我覺得這個機會已經是渺茫到 幾乎是快看不到 但是畢竟他還是奧揮一下 承認的唯一健美比賽的這個 舉辦的組織 所以他還是會一定成為規範 在IPV Pro這邊 他就直接就是沒有要件了啦 對所以有時候會發生的情況就是 例如說Elite這邊在國際賽會 或是說國內賽會被抓到的選手 但他依然可以 依然自得的去比NPC ProLeague的比賽 因為ProLeague那邊完全是沒有在管 那我不能說ProLeague都用藥喔 因為ProLeague其實他某個程度 還是有受到這個輿論的影響 像例如說他們有曾經辦過兩屆的 IPV Pro Natural就是自然的Pro 這種比賽 例如說像是烏龍或是大海許亞 都有比過這個比賽 烏龍就是全場冠軍嘛 所以他在2020年 他有拿到這個奧賽的這個比賽資格 就是透過那一場 IPV Pro其實算是最近我看到最熱鬧 在台灣舉辦的國際賽事 如果沒有疫情的話 其實會看到很多來自東南亞這邊 或者世界各地的選手來我們這邊參加資格賽 也會看到國際的裁判 也會看到所有的台灣好手都來Pro這邊比賽 當然Elite也是有啦 不管我們當地Local的比賽 甚至我們現在也有Elite Pro的職業卡賽 對對對 對所以其實健美比賽在台灣也是發展得非常的崩勃 那我相信 江博士我們講的這個故事 大家應該都會很好吸收啦 例如說像是台灣選手這幾年很喜歡比的 世界自然健美組織嘛 WNBF 那也製造出了好幾個大家的耳熟能詳 至少在國內 大家都認識自然健美這些選手這樣子 太棒了 今天謝謝江博士 那我們接下來也會在健美講堂 我們一起跟Rock博士 跟大家聊更多有關健美的各式各樣的美好 那我們就下期見囉 掰掰